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媒体报道 Redweb队长Eileen将出演单独真人秀的消息 因为这是Eileen出道首次以个人的形式出演的综艺节目 而节目主周是与出道道集 一直陪伴在身边的跟闺蜜一样的工作人员 一起去度假的内容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然后在昨天晚上 一位网友上传的与闺蜜工作人员们度假的Eileen金矿的贴文 登上了热搜一位 该网友表示 最近Eileen预告会与闺蜜工作人员们去度假 给大家展现最真实的样子 但是看到被拍到的照片的话 会感到非常惊讶 然后这位网友公开了 在巴黎的街场拍到的Eileen与工作人员的照片 照片中能看到 Eileen背着一个包包 而工作人员推着很多行李箱的样子 该网友接着表示 说是跟闺蜜们去度假 结果让工作人员推所有行李 谁会跟闺蜜去度假后 让闺蜜推自己的行李呢 真的太可恶了 我们来看一下部分愤怒的网友们留言 什么闺蜜根本就是吓人 为了刷新形象做了那种节目 实际上却将自己的行李让工作人员拿了 等 负面的留言都是在说 Eileen只是为了刷新形象出演该节目 实际上是让工作人员推自己的行李 把工作人员当吓人看待再耍大牌 这个唱了热搜的争议 只能说是为了黑而黑 我们来看一下很多正常网友们的留言 工作人员也是去工作的 不应该要工作吗 是跟闺蜜一样的工作人员 不是一般人闺蜜 再怎么关心好 自己要拿的行李能让一人拿吗 都不会思考一下为了黑都疯了吗 所有爱豆们比较重的行李都是金金人帮拿 刚刚出国的爱豆们也是工作人员帮拿了行李 你们对做自己工作的人说像吓人什么的 真的是非常无理的 好好记住 Eileen什么错都没有 不是工作人员帮拿行李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你们凭什么说是像吓人 不是Eileen 是你们在贬低工作人员们的工作 真的说实话 如果今天是Eileen推行李的话 一定又会被攻击说是人设 然后这本来就是工作人员的工作啊 哎太扯了 还是这样为了黑而黑 就好像是有什么怨恨一样 一有什么消息就出来黑 比粉丝们还要关心 不过反过来想一想 这也说明了Eileen还是很红 所以会粘上这么多脑擦 不是 所以会粘上这么多黑粉 对于Eileen的这个新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希望Eileen的真人秀能 大大大大大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8月份韩星品牌形象排行榜 韩星品牌形象排行榜是包括了 爱豆团体 solo歌手 演员 鞋型 运动选手等 所有明星的排行 简单的说就是 最近一个月被韩国网友们搜索最多 关注最多的排行 那我们马上来看看吧 30位 OMG 29位 APINK 28位 YPYON 27位 KANGGYON 26位 BIG中文 25位 YISANG MIN 24位 TAEYON 23位 23位 YONGTOP 22位 YORI 21位 ESPA 20位 소년 시대 19位 LU HENGIN 18位 NCT 17位 KANGDANI 16位 GIMO JUN 15位 SEVENTEEN 14位 YCHANON 13位 YORJAYDE 12位 TWICE 11位 YUJASO 15位 KANGTEL 9位 SIGHT 8位 BANGTAN SUNYUNDA 7位 BLACKPINK 6位 IU HENGIN 5位 SONSOKU 4位 KIMIONA 3位 YINGYOUNG 2位 SONEUNGMING 2位 BANG YING BANG SUNYU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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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A.M.R. 你吃了嗎? 你吃了 A.S.A.M.R. 我飆了我 A.S.A.M.R.